長髮女子頭髮斷裂頭皮 被灼傷出現紅色斑點 稍微撥一下看起來 凸了一大塊 她控訴到台南致名美髮店染頭髮 竟然斷髮又灼傷 難過到坐在店門口大哭 丈夫接到電話趕到現場 跟業者爆發激烈爭執對峙 事後頗文控訴 來這間美髮店用頭髮兩到三年 還可以嫖斷加灼傷 是多不熟悉啊 負責人卻說要告就去告 當場氣詐報警 網友也來留言說 這真的會哭死耶 這間不便宜 是我也會槓上 非常恐怖啊 因為那個頭皮就是整個都受傷 而且頭髮都掉光 做頭髮的他們使用不大 或者是說 本身人有過敏 然後不知道 美髮店業者態度很低調 產生錯誤 願意送女客人護髮半年 也敬意剪短髮改造型 願意和解 消費者跟業者 因為頭髮飄髮衍生了爭議 那消費者已經在昨天 提出消費爭議申訴 雙方疑似和解經 譚布隆還在持續溝通中 最快打算就是提民事訴訟求償 只是再看看 這頭皮受傷照片 兩個頭髮卻斷髮又凸了一大塊 長回來可能要花好幾年 心情蕩到谷底 記者來關章王書宏 台南報導 好多看 林武台 今次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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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也積極了